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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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左右手都是他 这个看法观点跟我们当时在2020年2021年2022年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故事 其实涛哥全都说说对了 病毒的产生 疫苗的产生 以至于后来造成很多人的死亡 造成了几十亿人的真正的生活的根本性的改变 国家方向的改变就是被这一小撮 都是崇拜科学 福奇自己明确讲他就是科学 这个没有任何冤枉 我就是科学 我就是一切 我就代表真正 那如果你要说它不是科学 医学是当代科学的最顶尖的东西 为人民服务嘛 对吧 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作为一种就是微病学 细菌也好 病毒也好 这种微生物的学科 那就是医学当中的顶尖科学 他在这个学院 他在美国最顶尖的微病毒跟细胞细菌的研究院当中 任了三十多年院长 他不是科学 谁是科学 对吧 任何全球的与病毒相关的一些论文跟他的出版物 那他是魁首 得听他的 柳叶刀杏仁鬼 柳叶刀杏仁鬼 因为英国最著名的医学杂志就叫柳叶刀 柳叶刀也得听他的 而在病毒出现的时候 在2020年一爆发 一月份爆发 三月份走向全世界 四月份 在中共的环境中 那种医学就是他的论文 科学论文 如雨后春损 党都挡不住 根本就挡不住 在挡不住雨后春损的论文的过程中 当时的疫苗在中共境内遍地开化 你看看当时的我们经典点击当中 讲到了很多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当时就讲说 这肯定是出事了 可能有朋友说 那这都是人祸 人祸是天命 人祸是天命 如果朋友是去讨论所谓的 所谓的天灾也好 人祸也好 或者说人们所遇到的神迹也好 你会发觉 遭到天意惩罚的 大多都是当事者自己干了什么事干出来 大多都是这样 谁看见神仙惩罚了 对不对 人们只是在现实的环境中 大家遇到了很多蹊跷的事情 人们就觉得在正常的道理上已经理解不了了 那当理解不了的时候 大家就意识到这是一种天意的惩罚 因为正常的环境已经不是那么回事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故事就是类似的 病毒 疫苗 然后出现做疫苗的人都死了 那就下一个问题 他怎么都死了 对不对 他怎么都死了 那就是问题了 那所有人们解释他死亡的 中共环境下 解释这些人死亡的 都是正常死亡 那什么叫正常死亡 对吧 就是突然就嗝屁了 那至于说怎么嗝屁的 不知道 不知道就叫正常死亡 跳楼 那叫非正常死亡 自杀叫非正常死亡 但是呢 如果是他自己选择的话 从某种程度上 同样是正常死亡 如果在短时间内 这么一组人都是正常死亡的话 他肯定不正常 中共病毒爆发了 很多人以各种方式死亡了 他叫正常死亡吗 对不对 那叫大流行 他也不叫正常死亡 但是大流行完了之后 人们去探讨的话 说这是赶成这命了 对不对 要不然还能多活三天呢 没有 两天半 你说什么都成 所以这是我想说 这个东西 你把它叫做天意也好 你把它叫做报应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 你把它叫成有人杀死他们也好 那都 我以为同样是天意 就是他们都是被杀的 也都是天意 而他的破绽 就是他们都是干这行的 他们的年纪都太轻 然后他们都一块拴一根绳上 一块死了 所以这根绳是什么 是他杀 是自杀 是天意的报应 是正常的死亡 所以我们在我眼睛里认为 大家看到就是一群唯利仕途的人 在科学上有着长足知识的人 在他们利用科学的知识 利用他们的自己人中的本事 他们被称为本事 却把自己干掉 而这一份干掉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当人们汇总在一起的时候 人们看到了一个真相 他首先点出的就是吴尊友 是 吴尊友当时是10月1号死的 这是没错 是中共建政的那一天 吴尊友是在有关中共病毒疫苗当中 最有名的一个人 另外一个就是北京新科科兴 新冠疫苗之王王小斌 45岁 10月3号死的 而这事蛮有特别的 吴尊友是60岁 紧接着武汉大学的病毒学家 吴建国教授突然死亡 吴建国66岁 那这是个病毒学家 武汉大学的 大家弄清楚了 那在中共病毒的这个 最早的发生地呢 就是武汉大学在乌 叫什么 吴明湖啊 叫什么湖 湖畔的那个他的教学楼里面 他的住院楼里面 之前死亡的 所以10月1号到10月3号死了三个 死了三个都跟病毒的 一个做疫苗的 一个病毒的 之前的有新冠病毒研究专家 叫赵振东 53岁 有个叫普冰是曾冰 52岁 刘斌37岁 核酸检测专家 白晓慧 42岁 那新疫苗 冠专家为什么都死了 他们到底是咋回事 这就是中间 这是真正故事的关键所在 就是他们怎么一块全死了 而他们死的时间是凑在一块的 所以基本都是2023年 死到最后的 作为总结 死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死到去年10月份 那其实最近还有人死亡 但这些人的 他的汇总点 他的兴奋点跟汇总点 却跟2023年跟中共病毒直接相关 那so far到目前 在国内依然出现了一种大贵 就是相当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死亡 人们去讨论的 是有关疫苗本身的说法 那疫苗本身 人们都在回避的 所以在海外有一个明确的一种故事 这次中共病毒死了两回 病毒本身死一回 疫苗死了第二回 对吧 病毒死了一回 疫苗死了第二回 那如果病毒死一回 疫苗死一回 两个加在一起 那就有第三回了 那疫苗最大的害处 就是它直接进入了人们的DNA 无论是中共国内的疫苗 还是海外的疫苗 都是进入人的DNA 而在疫苗设计上 和疫苗产生上 一定跟病毒的原始来处相关 那也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如果想研究病毒的话 想产生疫苗的话 他们一定是在专业的角度 在中共境内 它达到了顶级的安全许可 我们借用安全许可的说法 也就是说他们有条件 他们有资格接触最顶尖的 有关病毒的来源 病毒的产生和病毒的根本 它牵扯到什么 赚钱 对吧 那这里当然我们没有看到死亡的人 就是武汉实验室的姓石的 所以那也变成了最顶尖的姓石的 没事 剩下出事 但与姓石的并驾齐驱的是吴尊友 那吴尊友确实在国内 我们曾经报道过 另外一个就是叫曾兵的 一定都跟姓石的之间有着或深或近或远或如何的这么一个相互关联 所以这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 谁杀了他 因为他年龄年龄年龄在那里 最大的66岁60岁52岁42岁37岁 这不可能 那不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跟病毒有关 无论年龄大小都齐齐齐刷刷让他死了 那玩病毒的 他们想进入实验室 他们必须穿的最严密的这种防护服 换句话说 他们想不死就比较难 他们想死那是很容易的 那别人让他们死也很容易 因为只要防护服出了问题了 他们就有死亡的可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而在他们所接触的环境中 他们可不是只有中共病毒 对不对 氢化钾绿化钾随便什么东西 就是最有毒的东西 在他们实验室里都可以发现 武汉实验室的标准 就是他有条件 接触这世界上最具有伤害性的病毒的东西 这是他的标准 安全标准 反过来安全标准的一切 就可以致他们与死地于瞬间的可能 所以提出的质疑 他们是被杀的 还是自己死的 还是真的自然死亡的 还是跟病毒直接相关嗝屁的 但是他们都死了 在短时间之内 那他的结果 就会促成大批的人 被今天最上层 或者说比如说被石正丽这样的人 不可信任 或者说不足以信任的人 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消失 人死了 证据就没了 中间的故事就全都结束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从天意 从报应 从任何环境中 在这场大疫情中 为中共卖命的中间者 就是中间力量 齐刷刷的被腰斩 那活着的人 你要做何想法 活着的人 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事业 你的科学论证 和你变本加厉不择手段 为了自己的事业 而置他人的生命于不顾 甚至把别人当成小白鼠来说 最终你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